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狐狸牧場 我是赤狐 魔物獵人荒野在前幾天結束了它的測試版 各位都有去體驗了嗎? 這次的測試版從推出之前開始就有不少的討論 而在推出之後更是引起了不少的話題 最經典的那應該就是全新的多邊形獵人迷因了 而在我們的老朋友Ubisoft方面 在連續的各種事件之後 他們最近默默的推出了新遊戲 而這款遊戲居然還是一款區塊鏈遊戲唷 重點是當中的角色還真的被炒到高價 被稱為遊戲詐騙的團隊Fantastic 在前陣子捲土重來之後 最近又因為開發遊戲打算找免費勞工而被沿上 看來這週的遊戲市場依然不無聊喔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一聊這些話題 魔物獵人荒野這款遊戲 遊戲在2025年受到超大量玩家的期待 在東京電玩展當時 遊戲有在現場擺出試玩體驗 在當時體驗的攤位當中 即使是搶先兩天進場的媒體 也見證了這款遊戲超驚人的魅力 在展覽一開始的瞬間 試玩券就立刻發放完畢 也是在超大的東京電玩展當中 少數能夠獲得這樣殊榮的遊戲 這樣的盛況在遊戲推出測試版的時候 那絕對是由過之而無不及喔 這次的測試版是在多平台展開 並且PS版本如果是有PS Plus會員的玩家 甚至可以比其他的平台還要搶先體驗 但即使如此 Steam作為比較慢才開始可以測試的平台 在測試版本開服之前 第三方網站記錄了一個很有趣的數據 如果玩家只是開著Steam等待開服 並且用電腦做自己的事情 那不會有記錄 但如果玩家是先打開了遊戲 讓畫面呈現在無法連線到伺服器的頁面 那麼就會被第三方網站記錄人數喔 而在遊戲根本還沒有開服的情況之下 紀錄上有將近2萬名玩家 是開著遊戲在等待遊戲的服務器開啟 重點是這還只是個測試版本喔 從這點上同樣反映了 魔物獵人這個IP的成功喔 除了玩家的期待之外 遊戲本身也創造了不少話題 首先最多人討論的 那絕對就是這款遊戲誇張的捏臉系統 這次魔物的捏臉在可能性上非常廣泛喔 把獵人捏成經典角色的成果 在網路上隨處可見 甚至有網友表示 完全可以在遊戲當中還原出一個自己耶 不過在捏臉的話題上 倒是有一個有趣的衍生話題 那就是有網友發現 不論你把你的角色捏成怎樣 不論美醜 只要一旦你拿起盾牌 那麼他的臉就會瞬間變成超級奇怪 原本應該要是嚴肅剛毅的表情喔 但搭配上玩家的各種捏臉 反而導致這個臉型看起來有夠嘲諷 彷彿是在跟魔物說 你打我要笨蛋 而說到外觀喔 這次除了獵人的捏臉被討論之外 新推出的預告也被玩家大量討論 那就是關於新魔物的部分 新魔物 藻噴龍喔 整體的外觀相當獵奇 整體蚊子般的設計也讓網友表示 這次的遊戲中需要一把強大的武器 它叫做電文牌 剛剛提到的這些 都還是在正常的遊戲範圍之內 不過遇到接下來的狀況的玩家 那可能就哭笑不得了喔 由於這次魔物連框也在規格的要求上偏高 加上這次也還只是測試版喔 在PC端的最佳化上顯然出現了問題 有些電腦的顯示卡出現了嚴重的渲染問題 導致遊戲當中的人物也好、魔物也好 從原本應該要超精細的畫面 變成了超詭異的多邊形 彷彿一瞬間回到那個3D遊戲剛崛起的年代喔 國外的社群當中 可以看到不少玩家分享他們多邊形的對戰記錄 這種狀況原本應該會引起玩家的不滿嘛 不過畢竟這只是測試版本 加上普遍的玩家對於卡普空 還是很有信心的 也因此普遍遇到的玩家並沒有不滿 反而當成一個難得的體驗與經驗 成為了新的遊戲網路迷因喔 這次測試的版本推出的時候 我剛好人在國外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玩到 但在回來之後也馬上打開遊戲來體驗 我這次是用XBOX來玩 整體的體驗真的相當不錯 相當期待遊戲明年推出 很期待能夠再跟過去一起狩獵的獵友們 再次相聚集會所喔 關於卡普空的部分 這邊還有一個小新聞補充 近期卡普空發表了他們公司的財報 財報區間為今年的4月到9月 在各方面的營收表現上 都比去年同期有明顯的下降 主要是因為去年有快打6的推出 極高的人氣創造出極高的收益 但整體的營收下滑 還是讓整體的股價有跟著下滑 不過很快的股價就穩定下來囉 畢竟還有明年的魔物獵荒也在準備著 明年在財報的表現上那就很值得期待了 Ubisoft真的是近期的話題製造機耶 就當我們都以為他們除了黑人武士 半鳥巨魔形 典藏版資格調整 員工罷工 解散能夠打的團隊 高層再搞 這一連串的消息結束之後 我們應該暫時看不到Ubisoft 然而它就又出現了 但這次到底是好是壞呢 我並沒有一個答案喔 這點就留給各位判斷 從加密貨幣大量出現在大眾視野的那一刻起 區塊鏈遊戲也成為了另外一個熱門話題嘛 透過遊戲與區塊鏈的結合 在玩遊戲的過程當中賺取貨幣 並且讓遊戲中的物品能富有價值等等 在最初有不少人對這個領域的話題有所關注 不過隨著加密貨幣的價值崩跌 當時各種對於區塊鏈的質疑與擔憂也開始陸續出現 原本宣布要發展區塊鏈遊戲的公司 也都開始慢慢收手 近一年已經比較少聽到 由哪一間大廠商主動出來說要做區塊鏈遊戲了 而就在近期 Ubisoft推出了他們的第一款練友 冠軍戰略格里莫里亞編演史 遊戲在玩法上是PVP策略類型的對戰遊戲 兩邊都可以派出三位英雄來戰鬥 並且透過骰子來決定戰鬥順序 根據對方派出來的英雄 以及自己的先後順序來決定 應該要怎麼分配英雄的出招 而遊戲當中的每一位英雄 那就都是NFT 玩家可以鍛造英雄 也可以購買英雄 每一筆的英雄買賣 Ubisoft方面會收取6%的交易費用 而當玩家擁有的英雄越多 遊戲當中的VIP等級就會越高 並且獲得的經驗與遊戲貨幣也會越多 另外特定的英雄還可以解鎖特殊事件與存取權限 這些英雄的價格也就水漲船高 目前這款遊戲的英雄根據官網的頁面顯示 最高價格已經炒到了快3億美金 不過我不清楚目前的交易狀況 加上可以用遊戲當中的貨幣購買 實際狀況對於外行的我來說有太多的未知 我有看了一下官方的社群 整體的討論度並不高 實際的玩家人數多不多這點也同樣未知 但如果最高價的英雄真的有交易成功 Ubisoft光是持續抽6%的版權費用 那還真的是一筆可觀的收入 實際上過去Ubisoft的員工就有在公司內部 反對公司加入區塊鏈遊戲的領域 不過Ubisoft的高層依然覺得這個領域很有市場 也因此持續往這個領域發展 隨著去年跟一些相關的公司建立合作關係之後 屬於他們自己的遊戲也在今年順利推出 將較於其他的遊戲來說 這款遊戲在宣傳上 Ubisoft就沒有那麼大張旗鼓 或許是因為這類遊戲的宣傳方式有所不同 或許是Ubisoft目前想要更保護這款遊戲 目前的操作確實讓我看不懂 Ubisoft到底要如何經營這個領域 未來如果有相關的訊息再來分享給大家 在之前我們有聊到一款詐騙遊戲 由Fantastic推出的《浩劫前戲》 他們公司內部的各種問題 也因為當時的《浩劫前戲》被傳了出來 而最近他們連續的募資失敗 並沒有打消他們回歸的念頭 在募資失敗之後團隊在公告當中有提到 下一款遊戲他們不會直接募資 而是會先做出一個體驗版 再來根據狀況決定如何取得資金 而有趣的事情就來了 原本以為團隊終於要正常好好的做事情了 但根本沒有喔 團隊在他們的官方Discord群組當中 發起了一個任何人都可以參與的活動 那就是幫他們製作遊戲地圖 活動的主旨是讓玩家可以有機會設計地圖 如果獲勝未來勝利者的地圖 會透過更新加入到遊戲當中 並且要參賽的話 要解釋地圖的主題配置 甚至是如何規劃遊戲的平衡 這些細節都要描述清楚 並不是單純的要做一張地圖而已 而獲勝之後的獎勵 除了你的地圖會被放到遊戲當中之外 他們不會給任何金錢獎勵 不會花錢買斷你的創意 只會獲得一個遊戲本體外加上掛名 這樣的操作也引起了玩家的不滿 不過更多的網友表達不滿的是遊戲公司瘋狂BAN玩家 據有網友留言表示 我要怎麼加入一個已經被BAN的群組當中 目前在官方的社群當中 充滿各種罵遊戲團隊的留言 老實說我關注這個團隊到現在 我實在很難看出他們有什麼可以在現況翻盤的契機 目前他們顯然還沒有找到可以說服玩家的理由 最後補充兩個有趣的小新聞 遊戲製作人有時候其實沒有自己全破自己的遊戲 他們或許每一段都有玩過 但沒有從頭到尾玩過 更不用說全成就了 而最近有一款遊戲的作者分享了 他終於把自己的遊戲給全成就了 那就是新入谷物語的開發者 而他最後一個完成的成就 就是遊戲當中的酒吧街機遊戲 要想辦法生存下來 並且以完全不死的狀態下通過關卡 這個小遊戲看似簡單但實際上玩起來非常有挑戰性 由於玩的時候遊戲當中的牧場時間不會前進 也因此甚至有人為了通過這個遊戲在這裡玩了很久 我自己實際的經驗是不要說完全不死了 就算正常遊玩 我把命都玩完了我還沒有全過他的關卡 有興趣的玩家也可以去挑戰看看 最近如果有在看VTuber的觀眾 可能都被大量的吹牛遊戲給洗版 各種豬在點頭與搖頭莫名的有一種魔性嘛 不過這款遊戲剛推出的時候 反而不是各種豬的出現 而是各種兔子的出現 而且當遊戲開始之後 正常來說大家應該都要看自己的手牌 但卻有不少兔子的玩家會選擇低頭往下看 如果各位不清楚為何要這樣看 那麼就讓我們來看看兔子的第一人稱低頭視角 從那一刻起這款遊戲他就已經紅了 但我最近確實也比較喜歡看一堆豬的對決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我還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看喔 我是刺狐 祝各位遊戲愉快 我是刺狐 祝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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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劈賺 我設 getting 最高砂高超和散步